大学开始 王先生捐血捐成了习惯 外头天气闷着 纠诊的心更热情 做点的爱心啊 然后有时候就是固定时间 也可以帮助自己的身体的一些新陈代谢 所以捐血的好处是蛮多的 学生可能暑假都出去玩啊 那发生意外的事件可能也会比较多 然后那一定会比较缺血 每年暑假一到 写业基金会开始紧张 举办系列活动 希望能目击更多热血 六月底到七月初这三天 希望充出两万代的额外过程量 更要将原本一天六千八百代的需求量 增加到一万代 因为长假一来 少了学生团体捐血 还加上出国旅游人潮 像非洲的部分 它就要隔一年之后才可以捐血 那像美国地区的话 大概要一个月之后才捐血 那各个地区 它限制的时间是不太相同 也不是说暑假还是什么 因为有机会的话 有碰到 路上有碰到 可以捐就捐这样 晚宿就诊 更需要您养成定期习惯 让血液供应源源不绝 大一新闻消息节 等一中排别报道 好 好